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艾 之前我们开箱了几个科学小实验套装 发现还挺有意思的 既可以当玩具又可以学习知识 那么今天 238个科学实验套装 非常漂亮的一个手提箱 238个科学趣味现象 但是这么一个不大的箱子 怎么放得下238个实验的材料呢 估计很多材料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那么我们来开箱看看吧 首先是一本大大的说明书 里面有着所有的材料清单 还有每一个实验的详细介绍和它的步骤 还是彩色的 非常的漂亮 步骤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 感觉一学就会 然后下面就全部是它的材料包 所有的材料包全部用小包装包好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拿乱了 非常的贴心 然后下面都是一些实验器材 有杯子 吸管 托盘之类的 总共是有52种材料 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材料 需要自己准备 像鸡蛋 硬币 这样的东西 一个视频肯定拍不完所有的实验 我们先挑几个好玩的来玩一下 后续再慢慢的筛选更新 那么我们来准备一下 先来一个简单又好看的牛奶动画 材料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牛奶 盘纸 色素 还有一个沾了洗洁精的棉签 底部倒一层薄薄的牛奶 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各滴上几滴 直到这里都非常普通 但是当我将沾了洗洁精的棉签 点在牛奶上面 彩虹Oligate 为什么和图片上不一样 是我买错了牛奶牌子吗 扎不破的气球 一个普通气球 一个普通牙签 这样扎上去 气球不会破 你觉得可能吗 我们来试一下 有点害怕 哇 看 这样真的没有破 这可不是魔术哦 其实是因为 这个气球底部 橡胶没有拉开 还比较厚 加上这根牙签上面 沾了洗洁精 当我将它拔出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的漏气 就像汽车的轮胎一样 当我们扎比较薄的地方 还是会爆的 会喝水的杯子 倒入一杯清水 滴上3滴色素 搅拌均匀 放上蜡烛 点蓝 然后扣上杯子 等待氧气燃烧殆尽 然后水位就会慢慢上升 是不是很神奇 瓶子吞鸡蛋 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 鸡蛋肯定是放不进这个瓶子的 但是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 就能做到 而且我不光要它吞下去 还要它吐出来 点蓝一张纸条 塞入瓶口 然后将鸡蛋堵在瓶口 这算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看怎么把它推出来 这个蛋黄是可以拿出来的 这一半边还是出不来 这张纸也拿掉 再次确认这半个鸡蛋是出不来的 柠檬酸和小苏打各加20毫升的水 搅拌均匀 然后将它一起倒入这个瓶中 哇塞这么多气泡 然后将它迅速倒扣过来 马上鸡蛋叫出来咯 这可不是我甩出来的哟 为什么看起来有点想吃呢 上次飞牛的流体用了两只生鸡蛋 这次又用了两只熟鸡蛋 以后请教我鸡蛋杀手 哈哈哈哈 就考一看你们 最后一个实验的原理 你知道是怎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bye